打开数钱表 将两底座放在缸轨上 推动卡尺 是侧头也接触缸轨 按下数钱表清零键 将测量卡尺清零 首先确定尖轨的测量点 滑动活动测座至最远端 锁紧活动测座的锁紧螺丝 再滑动测量卡尺 与活动测座贴合 同样锁紧背后的锁紧螺丝 将活动测座底面 放在带测尖轨房的基本轨上 同时保证侧头位于带测尖轨 调整水炮的位置 使水炮居中 读出速写表的速值 即为此处的轻轨降低值 首先确定尖轨的测量点 滑动活动测座至最远端 锁紧活动测座的锁紧螺丝 再滑动测量卡尺 与活动测座贴合 同样锁紧 背后的锁紧螺丝 将活动测座底面 放在带测尖轨房的基本轨上 同时保证侧头位于带测尖轨 调整水炮的位置 持水炮居中 读出速写表的速值 即为此处的轻轨降低值 确定轨轨测量点 然后调整活动测座的距离 使两底座 均能搭在带测点 两边的翼轨上 滑动测量卡尺尺框 使侧头位于带测点的中上方 推动测量卡尺 使侧头接触测量点 读出速写表的读数 即为此处新轨 相对于两端翼轨的降低值 将测量尺放在翼轨上 滑动测量尺 至带测翼轨正上方 推动卡尺 使侧头接触带测点 读出速写 即为此处的翼轨降低值 再次准备 再次准备 再次准备